我们前面在做招城系列节目的时候 我不断的梳理就有新的发现 那么说中国人口的流动 其实是非常有规律可循的 我们说城乡之间的流动 之前就已经完成了 城乡之后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动 然后我们城市之间流动完之后 现在再往一二线 长长脚 左长脚迅速的流动 现在仍然在中后期 最后我觉得一个大的范围预判 就是最后会流向北京上海 它最终也会被迫放开 或者说趋势使然 它最后就是会选择放开 那么说现在人口在一个什么阶段 我们看杭州现在提出目标是说 要从1000万人口来到1500万 我相信它这个目标 就我们前面的分析 它应该是可以完成的 而现在人口流入除了杭州排名第一 还有第二名第三名 就是深圳跟广州 这已经是国内一线城市里面 杭州应该可以算新一线 或者说就算一线城市了 我们可以这么去认为 就是流入最大的除掉北京上海 就是剩下这三个一线城市 那我们看现在其他的一些分布在什么地方 除了一些少部分像西安跟郑州 成都这样在中西部地区之外 其他的全部都集中在长长脚跟珠长脚这些地区 人口几乎都在20万到50万之间 就每年流入的这个核心人口 都是年富力强的这些人口 而这些流入我们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情况 就现在过去的半年时间 2020年年底到现在最近这段时间 房价都涨风了 就我们说像东广 它的涨幅可能比深圳还要高 就是来到这种程度 像不光是这个珠长脚的这个东广 像这个珠长脚的这个惠州 也在迎来大幅上涨 然后我们看这个长江山脚州的这个浙北地区 从宁波开始往嘉兴 就是往绍兴 然后寒州 然后往嘉兴这个方面走 这边一路一溜都买不到房子 就是你都要去 这个资格都要去抢 我们说这个资格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去风的问题 对吧 这个波动的时候 有波风波鼓 然后去风 去风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疫情前面说的 这个压平曲线 就是大家先把口罩带好 然后这个一下子不会爆发出来 让医疗系统能够承担 对吧 这个涨跌幅的话 如果不去风确实挺危险 如果我们考虑国际因素跟货币因素 国际因素就是中美之间 可能金融上面会有一些拘雨 然后这个货币因素就是这个货币辞职 现在主要就是在在在房地产市场上 所以这两个因素要考虑进来 就是这个一直在控控这两个长角跟初长角 这个房价 所以我们说这个房价也是一个很大的看头 就是他的特别如果我们只用人口 这个也用相对价格来说 相对成都相对厦门 这些地方现在正在大幅上涨 好 那我们继续说 那这里流动完之后 我们说深圳 广州 东广 包括说杭州 这么好的城市都被抢完之后 这人口 接下来怎么走 我们就说这个东西是有规律可循的 他最后就会来到北京上海 为什么说你像上海 他的老龄化是很严重的 各位 为什么说他按趋势他就会走呢 我们当然政策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但是我就光从老龄化一点来说 也不得不放开 因为你看现在你是上海的街头 特别是除掉早晚高峰 你在地铁里面 这个年纪都很大的 你去逛一逛商场 这个年纪都很大的 那这样的话 你看我们再说一个数据 上海的这个中小学 小学生他的总数是只有80多万 2400万的人口 大家想一下很多1000万出头的人的城市 他的这个小学生总数也能够到80万 也就是说他比别人少多少 这个小学生呢 小学生少初中生也一样少 对 那后面的这个幼儿阶段 你这个整个人群的这个年龄结构 就是有问题的 如果再往后面走 我们说你本身年纪大的 出生的又少 如果再过5年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上海的这个平均年龄 城市人口的平均年龄 又要往前增加4岁 3岁4岁 甚至更多 甚至5岁 而不是更加年轻 因为小孩越来越少 所以说这个角度估计的话 最后这些人口 我们就说在08年 我们看雪栽 那时候我们看了很明显 那个广州里面全部是什么 我们到长长角 住长角打工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回去 现在情况是我们可以不用回去 在这边待着已经买房了 对不对 就是我们先首先进行城市化 城市化之后 城市之间进行选择 选择之后 再我们看到现在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 到把上海跟北京 这两个城市的这个门户给打开 但这个可能需要点时间 但这个走完 那我相信人口所有大规模的流动 全部结束了 就是什么叫大规模流动 我们说数量是一个大规模的流动 还有就是经营圈 我们说什么经营圈 就是你这个年年负力强 是吧 25岁到35岁 这个也可以算经营圈的 对吧 我们就把标准放宽一点 还有就是你这个人五六十了 但是是一个副教授 是一个教授 可以带领团队的 是一个中小型企业企业组 这个也是 是一个明星 可能也只有一个二三六的明星 这样可以吸引很多人 这个话 其实之前一直在大规模流动 比如说我们大规模 这些人才都在北京都在上海 对不对 但之后的话 我想可能他就不会说这么大规模 80%都往这一个方向去 而是说进行全面比较复杂的流动 就像疯子 疯子运动论里面一样 就比较杂乱一点 每个人因素 考虑的因素不一样 有的明星跟企业家 我就只考虑环境 我只考虑我家小孩 我就只考虑我的企业发展方向 就不像以前 就只有一个 我一定要进城 或者说我就一定要去北京 去一线城市 去长长条 然后最后就我一定要去北京上海 然后最后就变成杂乱的这种状态 最后总结延伸一下 就我在梳理做招臣节目的时候 我在梳理的时候 我发现中国房地产泡沫 我们也不能说泡沫 这个资产是非常之坚挺 确实是出乎我们想象 就光从人口流露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它的房价比值 肯定是会比 其他的一些城市要高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去把两套三套 一些三四线城市房产抛掉 然后来买入的话 现在可能仍然不算特别迟 因为什么呢 我们考虑其他因素的时候 最后实际上 还是这个人口是主要问题 货币因素国际环境 实际上最后如果说出问题 我们一线城市 二千城市 三千城市 其实大家受力点差不多 甚至越小的城市 可能受 受冲击 可能越大 我说是资产这一块 不是说工作这一块 工作也许 大城市受冲击可能大一些 但是从资产的角度来说 核心资产角度来说 可能还是长篮角 逐篮角 至少的话 它不会说比 散热线这些核心的 跌的多 跌幅大 当然了 这个也仅仅是 我们说分析到今天为止 就是到2021年4月为止 因为现在已经涨幅 已经很大 我觉得现在压平曲线之后 再找这些地方 就要细细的观察 因为我们在之后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国际环境 还有就是货币因素 国际环境跟货币因素 这两个可能也会叠加 所以说我们说 这一轮流动的话 在中后期 现在剩下的流路的话 就仅剩下 一些最核心的城市 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几个 杭州 广州 深圳 这些核心 再往后面走 它实际上 比如说人口在流路 它可能就不是说 那么最优质的了 慢慢的就不是那么优质了 比如说第一波进来的 肯定都是最核心的人口 在接下来第二波 肯定就是他们的家属 他们的父母亲跟孩子 他们并不直接创造经济活力 他们只是负责消耗 但人口是增加了 在这个话会不断的驱缓 当然这种驱缓 我觉得会比较微乎其微 会比较慢 就是杭州说吸引500万人口 我是比较相信 他这个预判的 就说他会慢慢的进来 慢慢进来 对不对 现在正在走向高峰这个位置 然后慢慢驱缓 但是我们就说 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500万是考虑 现在这个整个国际国内环境 当然我们不得不说 这个有时候是会变化 比如说货币因素出现了变化 国际环境 比如说恶化了不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发现什么问题 就是他有可能人口 不再流入这些地方 就我们说了 这经过2021年的这个上涨之后 东广的房价包括合肥 包括这些地方 包括说上海 包括寒州 房价又来到一个新的高峰 这种新的高峰 它其实无疑有一个直接后果 就是生活成本大幅度提升了 你看上海的生活成本 现在据说已经是超过香港 达到了全球最高的水平 最高至少水平之列 对吧 那么你继续抬高的时候 你要有相应的工作机会 才能逗留住 否则的话 还不如待在北方的灰带 还不如待在原来的 这个三十线小城市 所以我说的是 在这个冲顶 或者我们在削顶的时候 如果这个货币因素出现变化 这边的工作机会变少 那么这个形式可能突然间中止 这也不是说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刚才前面分析 主体都是很好很好 对不对 但是我说这个概率也许很小 我们最后这个概率 但是是有可能的 对吧 而且一旦发生 比如说 那我为什么要去寒州呢 我为什么要去北京 上海深圳呢 这里只有最精英的人群 才能去啊 对我钱可能够 卖掉之后 我只能还要贷款 而去了那里之后 我这个房贷之后 能不能还得起呢 各位 就是在这个中后期的话 实际上它要考虑的因素 流入长长角 左长角考虑的因素 就慢慢的 因为它不是最核心了 你就慢慢的 要越来越多考虑 国际跟货币 这两个问题了 所以说这也不是说天然的 我们说 这无 这个 一旦出现中止情况 那么这里的房价 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 非常非常的危险 对不对 这个大家明白我意思 好 我说的更直接一点 就是说我们在未来 两三年的时候 将会看到他们 这个离开了 这个最高的位置 是不是 但是这个国际货币因素 国际因素跟货币因素 它可能会叠加 提前让这个事情发生 或者说让这个烈度变得更强 那这个时候的话 就会出现我们前面说的像 这个青岛 像这个济南 像这个黄金带 他们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房价跌20%到跌50% 像这些地方 其实很简单 他们人口也没有说 极大规模的流出 它只不过说没有流入而已 对不对 天津也不是说一年就少了5% 1%2%5%的人并没有这么多 对吧 就可能只是说没有流入而已 那仅仅是这样 就是说它已经是 房价就已经涨不动 出现下跌的这种情况